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朋友 又是我 很多谢你给我们的机会 再分享生命的故事 我指明我现在在从事方向戒毒的工作 我自己靠着耶稣的恩典 我戒了读三十年 现在我就是帮助别人 靠着方向戒毒的工作 我记得在三年前很开心 美国有教会邀请我去做见证 那我就要申请Visa 那我就和我秘书说 我说我们要申请美国Visa 请你帮助我 接着我秘书就和我说 子明 你写不写你三十年前的案底 我说当然写了 如果不写的话 我说谈话的 去到全福音不会有力量的 上帝不会起悦的 那我的秘书就帮我去搞良民证 查看以前的案底 接着我就交一些资料去领事馆 去到领事馆的时候我觉得很特别 那些职员看下电脑又看下我 看下电脑又看下我 到我见领事的时候 我英文不好 原来那个领事懂得说中文的 我跟他聊天 他问我你多少岁吸毒啊 你吸什么毒啊 你犯过什么事 我一五一实跟你说 最后他就问我你正在做什么 我现在帮人解读了 我已经改变了 谈了半个小时 我以为那个练书会给我 结果那个领事 reject了那个练书 不给那个练书 我就跟那个领事说 我说多谢你抽时间来接见我 我要为以前所做错的事去负责 因为我有很多的案底 我知道我去不了了 不过既然邀请我们就试一下 最后我就跟领事说 我下次再申请 希望你考虑 我回头就走 其实那本护照我都没有拿走 隔了两天之后 我电话响起 顺风速递打电话给我 陈先生你有个护照 美国领事馆有个护照 你来我们公司拿吧 或者我送上你家 你家在哪里啊 那我就马上骂那个人了 因为大家一听到顺风出帝 都知道是老千啦 我不断骂他 我说不要啊 不要 你们不要这样骗人啊 那我不好的 喂 陈先生 今天我被人骂了很多次了 你上来我们公司先看一看吧 当我上到公司的时候 我打开个顺风的时候 果然我有 签了十年的美国领事馆给我 这个是上帝的恩典 因为圣经这么说 我们诚实地面对人 诚实地面对神 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在这里呼吁所有的朋友 如果你有困难的 你去到附近的教会 照你诚实地向上帝祷告的话 我们的主耶稣的恩典一定够你用的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